刚才我们在讲这电子炮 美国本来发展发展到一半了 结果大陆超越了 超越了之后 现在又发现原来这个还是好 美国要继续把它发展起来 那这个就是这时候成为主流 不过美国现在要请教蔡委员 商务部启动一个情势变更审查 要考虑撤销 对于中国的光伏电池部分 反倾销跟反补贴税 怎么了 现在知道是自己也做不出来了 所以还是不得步了吗 任何一个国家 要对另外一个国家课增关税 它是否能够持续很大的条件 就我课增关税的时候 我的进口商 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替代品 如果我找不到的话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我出口商就不会降价了 为什么不会降价 变成你会我不渴 为什么会降价 那这样一来关税变成 我进口商在负担 那我进口商转价给我的消费者 我消费者在负担 那你政府说要 克关税 照到你关税 是克别人的税 怎么倒是克自己的税 那现在光伏的产品就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光伏的产品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要量大 第二个要执金 什么叫量大 因为我是要用一大片 我不是用一小块两小块 那第二个为什么要执金 那个东西假如坏了修理是很麻烦的 动不动就换整片的 所以尽量能损坏力 使用力比较高一点 对不起 放免全球 就是中国这两个条件 台湾做了也不差 可是量不大 大陆是量大只有金 没有几个国家能生产到这个地步 后来美国很开心 哇我克你关税 就像刚才那个 那个借大使在嘲笑政治人物 讲了老半天 一看 我怎么睡了克自己人的 那只好鼻子摸一摸 这个选举过了 我赶快这里也减免 那里也减免 那里面来申请 进口上来申请 我再给你减免 挽留一个面子 对对对好 坦白说了 那刚刚我们在讲说 现在美国什么都盯着中国看 中国现在有机器狗 就把他拿做当回事 其实机器狗 美国自己早就已经有发展出来 可是借大使 那现在看到大陆的机器狗 在做什么呢 他其实是可以当作军事用途 但是他很聪明 他在泰山当搬运工 结果我们看大陆外交部副部长 华春莹还发文 PO上去说 机械狗就在雄伟的泰山上当搬运工 科技真是造福人类 Tech for people Mountain Thai 有没有看到这个机器狗呢 好 借大使 这个没话讲了吧 对 这个是泰山管理当局 他们现在采用的一个最最新的设施 这个狗载重最高120公斤 而且他爬山的时候 他的稳定性很强 对 我看他挺稳的 他搬这个东西 非常的稳 而且这个狗跟军用狗来讲 比军用狗大蛮多的 他的那个120公斤的载重量 所以是胀熬那一集 胀熬那一集 所以呢 事实上 中国大陆这些名山大川 很多这些有名的山 他都没有车子上去 对 他都要自己爬 挑夫 那个挑夫事实上 真的 我看过他那个挑夫 一个人要背好多东西 因为上面又有小吃店 也有一些 也有些寺庙 他这些要喝水 要吃的 要用的 都是人挑上去的 我现在看到这个狗的话 真的太好用了 可是你知道我们网友Zina 他说强迫劳动 怎么啊 又要扣什么帽子吗 说真的这个是要对机器狗 虐待机械狗 制裁 虐待 最主要是挑夫会失业 对 有些大陆的 我不知道我看是哪里 额眉山还是哪里 每个山就这样 对 他们还可以坐轿子上去的 是啊 是啊 还要坐轿子上去 那将来就坐机械狗嘛 所以有些网友说能不能载人 对 如果看这个状况的话 其实你看啊 他两边各放两个篮子 对不对 然后左边右边坐一个人 其实也挺舒服的啊 狗把你送上去啊 对年纪大的人要上山去拜佛啊 那要去朝圣的话那不容易 我以前听我妈妈讲 我外婆年纪蛮大的时候 就是要到这个额眉山朝圣啊 对啊 一家人把她抬上去的 对 对 那个老太太是很虔诚的 她要去那山上去这个还愿的 是 那你现在有这个不是就很好了吗 对 我的大人儿身 身强体肅才行 对 就是硬是抬上去啊 是啊 对 很多大山都有 我坐过两次滑肝 在四川做过 在江西那个 江西 四星山 那个庐山都有啊 所以这个机械狗会把挑副的生意给抢了 这样啊 那我也很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这个机械狗 但是可能要去泰山才看得到了 喜马拉雅山是可以看到大江无人机就对了 一样还是可以清理勒索 还有运货对不对 欢迎大家在线上来留言 来跟我们来表达一下你的看法 军用很多 军用的 军用用途很多啊 是啊 我们步兵最讨厌扛什么弹药啊 那个东西 那很重啊 客机炮啊 机关枪啊 这个人扛起来真是要命的 肩膀都磨破了 对啊 这种机械狗太好了 粮食 弹药 对不对 他还可以冲锋 替人冲锋 那你兵要做什么 负责养狗啊 不是 操控狗 开枪 以后希望看到是不是这个机器狗会登运 我一讲了说不定战场上一大堆机器狗冲上来 你还真不知道怎么办 他又不怕枪 他又不怕弹 美国并不反对独立国家和金砖国家合作 他们有权自己决定跟哪一些组织合作 而白宫国安国家科比他则说 尽管加入金砖的申请是不断在增加 但是白宫并没有看到来自于金砖国家的威胁 那记者就当然问了 金砖国家的成功是不是也就代表说 在国际舞台上想要孤立俄罗斯 这个政策根本就是失败的呢 白宫是给否定的回答 好玩意思是说 没有啊 孤立俄罗斯还是成功的 是可以这样解读吗 帅将军 这就是人家问你怕不怕 我不怕 就这意思吧 人家就看得出来 金砖迟早威胁你美国的金融霸权 那他当然会否认这个说法 第二个制裁俄罗斯 他会承认失败吗 可是俄罗斯的GDP是往上涨的 经济还成长 这边我还补充一下 街大使一个问题 琉球 美国打琉球是太平洋战争 伤亡最大的一场仗 好了 为什么那么大伤亡呢 日本那个武士道效忠天皇那个精神 让他感觉到害怕 所以才用原子弹 对不对 大家都记得这个事吧 原子弹打完了 日本投降了 麦喀塞占领是不是稳固 是不是要有个琉球基地 将来做彻翼呢 到后来 麦喀塞把日本稳下来以后 琉球又变成太平洋围堵中国大陆的 第一岛链里面的一个角色 所以当然 罗斯福斯问老蒋 可是老蒋那个时候 有没有能力管到那么多 所以这中间有很多考量 美国军方绝对是要把琉球留下来 在手上的一张牌 因为他当初打琉球是他史上最惨重的一个战予 今天这个战果如果说不掌握 而且麦喀塞那个时候能不能很牢固地把日本的局势稳定下来 他当然有军方的考虑 所以我只是补充这一段 要不然琉球那个时候未定论很多想法 今天最后还是要由琴教官再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就是KS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抗紫外线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来选购哦 并且还可以打CTI798 CTI798 我的推荐代码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八白 3 1 2 2 3 感谢观看